今天是8月6号 A股收盘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行情 勉强收住了这个红盘 但是今天是缩量的震荡反弹 很多人认为今天的上涨不靠谱 明天又会下跌 甚至有人说明天会大跌 奔得2800去了 那么到底会不会奔得2800去了 接下来怎么走 还有就是明天有一个关键 能不能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天盘后 连发了两个重磅的消息 这两个都跟一个板块有关 如果说这个板块明天爆拉 明天熊体了 A股还是会有好的盘面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带来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平均去一包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明天关键点就看这个板块能不能爆发 好我们回到这个盘面 今天 A股表现只能说 一般早盘是高开 但是今天盘中一波三折 指数看起来是红盘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亮能 还有走势让人比较揪心 当然个股的话还是不错的 整体来说今天赚的剩下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你同样我们也得认清事实 有大涨的同样有大跌的 后排有20多个票是属于跌停的 还出现在地板天板地板这样的票 说明什么 说明我当下A股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节奏不对 很容易短期爆亏 好那明天究竟会怎么走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欧洲股市已经开盘 欧洲股市的走势是什么 也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跟我们A股差不多 昨天跌幅比较大 跌了两三个地雷 今天你看多个板块 不应该说多个板块 多个股市 现在的涨幅也不大 甚至还有些人变率了 说明什么 说明欧洲的反弹也不太靠谱 走出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行情 大家看这是伦敦的走势 对吧 再看一下这是法国的走势 再看一下这是德国的走势 他也走出了第一高开低走的行情 所以感觉全球市场的 什么股灾行情并没有结束 只不过大家被什么 被今天亚洲股市的走势 给什么给带偏了 什么意思 大家看亚洲的股市 东京昨天是跌了12个多点 今天是涨了10个点 昨天是什么 昨天是在股灾行情 今天就变成流市了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波动很大 大家要记住 它趋势整体是向下的 你不要以为 这个什么 这里涨了结果大涨 结果暴涨 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的宝岛台湾 昨天是大跌的8个多点 今天是涨了 但是涨了不多的3个多点 它并没有涨的很多 昨天一半都没收回来 还有你看一下就是这个 是吧 韩国指数 韩国指数昨天也是大跌的8个多点 那今天怎么样 今天是涨了3个多点 相比昨天一半也没收回来 所以它整体趋势还是往下走的 全球股市还是属于一个什么 调整的走势 调整的好险 我们大家心里要有一个明显的 预期 美股的话不正常情况下 今天晚上应该也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反弹度做 但是反弹能反多久 能反多高 我觉得 觉得它应该也不会给大家超预期的表现 所以我们回到市场 A股的话 在外围市场反弹的情况下 表现的你只能说一般明天到底会怎么办 会怎么走 今天A股之所以能够守住 红盘上阵指数 尾盘这波拉伸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么尾盘这波拉伸是谁 大家仔细看 如果你看到今天旁边你就知道 户升300 1天赋这个方向 大家看不就是它吗 2点半以后突然出去拉伸 而这波放量 然后我一问国家队国家队上班了 国家队拉起来 如果国家队不拉起来的话 你想想后是什么的结果 那么今天这一波沙跌 对整个市场是影响非常大 盘中一度到了什么2840多点 我们大盘 我们大盘到2840多点的话 那如果再跳一下 在这个下午2点半以后再跳一下 很可能就不能2800去了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2000 是吧 这个时候不满足的话 那明天很有可能跌破2800 那是非常之是什么 非常之危险的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的市场主要源于还是什么 国家队的护盘 但是你也知道 现在做多的只有国家队 朋友们 现在做多力量 只有国家队 我不说我们散户不行 散户不想做多 问题是大多数的散户都被套住了 深套了 我告诉大家很多散户 已经套了2020个点 30个点 甚至套了50个点的 那么 是吧 套着很套着死死的 它动不了了 那做多能够稳住 到还只有国家队 但是做空的力量很强大 做空的有什么 有外支 有我们一些类似 还有一些所谓的机构 不说别的 我们去看一下 外资的走势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就是今天 沪港通的一个走势 就是北上之间走势 他今天确实是流出的 流出了几十个也 还是在尾盘 稍微流进了一点点 回流一点 如果说尾盘不回流一点 你看一度最高是吧 流多少 接近100个亿 所以外资在不断流出 但是不仅是外资流出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整个时间流出 我们的 应该说是大股东 又在卖卖卖 今天虽然说整个指数是红旁的 可是大家知道 今天大庞之间的流出是115个亿 记得吧 昨天流出 今天再次流出 昨天流出几百个亿 今天又流出100个100多亿 感觉我们的市场之间就是天津在流出 对吧 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 跟大家总结过 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整个一个星期 大家知道吧 就是 是在这里 这一个星期 我们的A股资金流出多少 大支流出短 超过1000亿 那你想一个星期1000亿 一个月多少 4000亿 那么一年多少 一年5万亿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市场资金流出 主要还是什么 它是在于大股东的违规的减持套现 有人会问 我们高层博主放了一个 不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吗 就是你的减持 对不对 大股的减持 就要达到分红比例的多少 才可以减持吗 那是事实证明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它可以通什么 它可以通过其他交易 比如说大大宗交易 还有些其他的交易 是吧 减持 这个怎么减持 我告诉你 大股东通过把减持 这个股份卖给什么 卖给谁 卖给私募 卖给公募 卖给一些其他的大资金 也要完成一个大宗交易 但是大宗交易卖出去以后 他们那些就没有限制了 他们就可以卖卖卖 但是如果股价继续下跌的话 这些所谓的公募私募 它会受损失 那么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鸡鸣承担 但是基金公司还有基金经理 他们有没有损失 我告诉你 他撞的棚马钵马 为什么 因为在背后有一些 利益的纠葛 我这么讲 大家是不是理解的 不说了 不说了 说了就有点点说 说不过去了 好 从市场反应来看 我们的现在的 A股就面临的这样问题 所以现在 没有解决大股东套心的问题 A股想要大涨是变难的 明天A股很多担心 很多忧心 那么能不能守得住 就看这一个方向 能不能发力 明天 这个是有利好僵持的 这个方向是谁 房地产 我在开始讲了 在盘后有两个重磅的消息 我们来看 这两个重磅消息 对它的影响大不大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广州的 广州的某一个地区 你家里买房的话 好 他可以给你开绿卡 什么意思 他不能让你落户 但是他可以开绿卡 绿卡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在里买了房以后 你可以 你的孩子可以在这里上学 这是一个重点 是不是 很多人是吧 在外面打工的 那么孩子在老家 你要老人 男人家照顾 在乡下上学 如果 你在广州 在那里打工 你后来在广州买了房以后 孩子可以在广州上学 他是不是会去买 是不是会带着大的积极性 对不对 不仅仅是什么 不仅仅是可以去上学 还可以说 比如说你可以油耗 你买车的话 可以在广州油耗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一些 一些便利 几乎是跟什么广州户口同 同等的权益了 所以这是一个重磅的利好 那么对房地产板块来说 是一个重磅的利好 广州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全面实施的话 其他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深圳 比如说北京 上海会不会也实行广州 这种策略 这种政策 那会不会刺激房子价格的 一个什么 不应该做回暖 我们说刺激房子的 一个销售量的提升 有没有这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的 尤其是一些什么 一些刚需的 本来孩子是吧 马上就要开学了 这个孩子是怎么样 对吧 他买完房以后 我可以再找个好的绝项去上学 这个确实是一个是一个妙招 这对于有些有实实在在需求来说 他会想方设法的去买房 刺激房子的一个销售的回升 好 另外一个 这个可能 大家应该是看过 但是我告诉你 也是跟房子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个是另外一个城市 那么他会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昨天讲过一个是 也跟这个地区有关系 房子可以自主定价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房子以前对不对 都是老贵老贵的 昨天就报出了一个 昨天前天报出一个消息 是武汉某一个小区的 他房子是2万多一平米 对吧 那现在降了一点 1万多一平米 降价降了1万块钱一平米 那么降了1万多块钱一平米 很多人老主顾 老的住户就不买账了吗 那现实是什么 上面高层给的这个回复了 房子要是吧 就是开发商可以自主定价 根据当前的什么均价和购买力 自主定价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也强制性的标价了 那么你很有可能 你当时买的是1万块钱 那么人家很有可能6000块钱就买了 你当时买的是2万块钱 人家现在买的可能是1万块钱 说明说什么开发商具具有了定价的权限 这个房子的什么 这个价格波动就比较大了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吧 给整个房地产市场迎来一波机会 什么机会降价了潮 现在房地产房子太多了 很多开发商手上拿着房子卖不出去 没有流动资金 那么 以前他是不敢降 或者说不能降 那现在他有自主定价的权限 也降价的权限了 很有可能他为了资金的回流 把一些房子低价卖出去 所以同样有可能 促进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什么 一个反弹 可以使这个房子短期的销量 出现一个大幅度增长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房地产板块来说 就是一个什么 确实也是一个利好 所以明天的关键就是房地产板块 在这两个重磅利好的加持下 能否迎来一个放任的中大阳线突破 如果迎来一个放任的中大阳线 突破这个60年均阳线 在房地产板块带动起来 来一波什么 来一波短期的一个行情的话 那你想想会不会对整个知识市场 其能支撑 会不会带动整个的 A股市场迎来一个反弹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房地产 他一涨的话就带动很多行业 很多的一些板块跟他相关的 可能会跟随上涨 另外他本身属于超低行业 那他他一起来的话 会不会带动我们超低群众来 比如说证券 比如说北九 比如说还一些其他的方向来 会不会跟风上涨呢 所以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 但是关键是看明天资金能否认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在开盘的时候 市场的一个反应 这是一个关键点 但是从市场末期的旁边看 大家也会发现金金的A股 明显的是超低方向 资金的关注度比较高 说我们要把重心放在超跌这一块 哪怕是明天A股跌了 往下压了 或者急速跳水 我们去超的话 也是什么 也是可以去往超跌这个方向去的